哈喽,大家好,我是卡车旅哥 我在服务局看到一个沃尔沃 一直朋友他们在讲 还有好多人也在讲 说沃尔沃跑云南这边很少游 31个游 然后我就问问他 问问开沃尔沃的师傅 他实际油耗是多少 我去证实一下 看看他跑平原油耗是多少 高气 这是集装箱 好像拉的是冷柜 看沃尔沃白色的 400色进口车 问一下师傅 师傅不在 他 好像这个滤芯有问题 换滤芯 柴绿啊,这是柴绿 进口车,440的 440马力 我的大滤芯 老板来了 然后他这个滤芯好像是 时间久没换 供不上油 好像堵死了 他直接给拿出来了 我来问问他 跑云南这边 百公里豪多少个油 师傅我问你一下 你们这沃尔沃 你们跑这边油耗多少 28.9啊 38.9 人家都说 28.9 31.2 骗人的 骗人的 也差不多嘛油耗 这跑平路应该会省油 这一定要跑平路 拿快递跑平路就省了 对,是的 以前跑上海 拿快递25就有 26.9 那是真省,那平路是真省油 对对对,跑云南不行 别听他们说312.9 哈哈哈哈 哦,那是假的是吧 还是那个事 斯坦尼亚跑云南也差不多38.9 斯坦尼亚是吧 也是38.9 不明 36.9 跑瑞丽怎么都要38.9 怎么都是38.9 不可能什么312.9 哈哈 乱说 哎,你们现在瑞丽那边水果怎么样 价格,也不行吧 我们拉玉米 拉玉米是吧 那价格应该会好一点 还可以吧 还行 哈哈哈哈 好,谢谢师傅啊 没有 好 我 刚刚问了师傅 他们跑云南 跑昆明这边35.6 瑞丽那边颇大一点 38.9 好多人讲说 是多少号 31.2 我是不相信 但是人家这个车主自己说的 38.9 这是肯定的 他不会骗我们吧 然后还有他们跑平路的话 24.5个有 这是确实是少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旅哥 喜欢帮旅哥 转发评论 加观众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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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